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普志强 5月3号因为参加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研讨会 而被中共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 那么曾经为四人帮还有江青辩护的 中国著名大律师张思之表示 愿意为普志强提供辩护 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声明 呼吁中共政府能够释放普志强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十几名中国知名律师 大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 上个周末参加了关于六四事件 25周年纪念的讨论会 不过会后 包括普志强在内的多名与会者 遭到中共当局的传讯和拘留 据了解 北京警方以及国家安全人员 搜查了普志强的办公室和家 并抄走了他的电脑、手机等 普志强的外甥女 同为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屈震宏 5月6号发布微博说 当天凌晨 海淀区公安局已涉嫌寻衅滋事罪 将普志强行事拘留 他现在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家属正在考虑聘请律师回见 美国之音报道 普志强律师楼的同事夏林 和曾经为四人帮和江青辩护的 中国著名大陆律师张思芝也证实 普志强已被拘留 年近87岁的张思芝 5月7号向新常人表示 作为律师的他愿意为普志强辩护 北京刑事辩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易胜华律师表示 普志强被抓 引起了律师界共同的震惊和不满 包括他在内 中国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 都愿意为普志强辩护 1965年出生于河北栏县的普志强 198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硕士毕业 1997年从事律师职业 现在是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行合伙人 普志强曾代理多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法律辩护 包括艺术家艾未未 以及要求官员公式财产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 和代理人建宇劳教案 上访妈妈唐慧案等 普志强因呼吁废除劳教 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封面封云人物 还成为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的法治人物 大陆律师王福在网上表示 当劳浦被拘 方发现寻衅滋事罪名之滥用 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网上说几句话 吃饭聚餐 为维护自身权益找领导反应问题 开个研讨会纪念纪念某个事件或某些人 只要是官员觉得不爽的 都能拿寻衅滋事罪套住你 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信息 他们只是一些人在家里开会 而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的话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刑事律师 我认为这显然是不构成这个散罪的 不构成寻衅滋事这个犯罪的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6号发表声明 呼吁中共政府释放普志强 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主任 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说 这些指控以及最近的拘押行为表明 从1989年到现在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几乎没有变化 多家报社特约咨询律师邓树林表示 律师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公民的权利 是当事委托人的权利的延伸 不仅仅是律师个人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 在微博上表示 他侠肝义胆 为民请命 在废除劳教的大业上功不可没 抓这样的律师 只能将你们的真面目暴露得更加清楚 只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 反抗专制的洪流中去